大家好 今年春天 这个沙尘暴是尤其严重 我记得那个04年05年那会儿 就是那会儿不是说 这个北京也就是沙尘暴 特别厉害 我从那个之后呢 到现在基本上不洗车了 一年洗不了两回车 为什么 你洗个它一刮又脏了 洗了一刮又脏了 然后人就说 以后这天气预报应该加一项 就是你别什么大雨中雨小雨 大雪中雪小雪 你应该加个大土中土小土 是吧 其实现在这沙尘暴 说句实在话 比我小时候还是强点了 因为这个 我小时候人说是北京一年刮两场风 一场刮半年 所以拿土坑是不得了 回家那会儿也没有衣服换 就是拿这胆子 崩崩崩的那胆子 爆土洋堂的院里边 咱们现在呢 提起这沙尘暴的时候 可能会说呀 都是因为这个破坏环境 让北方水土流失 土壤杀化 才出现这个沙尘暴 其实呢 这话呢 说的也不完全对 现在的沙尘暴呢 只是比过去严重了 而古代呢 沙尘暴也会经常出现 现在的这个沙尘暴啊 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 华北的沙尘暴呢 来自西北的沙漠 这片沙漠呢 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后来这个随着西北地区有人居住 环境恶化 沙尘暴就越来越频繁 竹书记年里 记载商周王登基第五年 这个鱼土与豪 在豪这个地方呢 天上下下了土 这是中国关于沙尘暴最早的记载 司马迁的这个史记当中呢 也提到过这个沙尘暴 那楚汉战争的时候呢 刘邦和项羽在蓬城激战 刘邦大败 最后双方呢 在随水岸边决战 这个储君把汉军围的是里外三层 形势呢 对刘邦极其不利 而此时老天就帮了他的大忙啊 就当项羽准备包饺子的时候 突然呢遭遇了恶劣天气 大风呢 从西北起 折磨发污是杨沙时 储君大乱 那也正是因为这场沙尘暴 才让这个刘邦逃出生天 后来董仲书提出天人感应 那人世间的一切灾难都是老天市井 那如果发生了呢 皇帝就该下罪己诏 沙尘暴呢 也是老天市井的一种形式 汉成帝的时候呢 很多外戚被家官禁绝 其中呢五个人被封为侯 这五侯呢 以太后的兄长大司马王凤为首 把持朝政 是党同伐义 这就引起了这个其他大臣的不满 有一天 长安城出现了严重的沙尘暴 这种异象呢 让汉成帝是心惊肉跳 于是呢 征询公卿大夫 对国政的意见 要求他们的无所讳言 所以大臣们呢 正好顺坡下驴 就把这个沙尘暴呢 理解为上天对王凤集团的厌恶 说这是这个殷胜亲阳之气 而且呢 直言不讳 要求太后王政军的兄长 时任大司马大将军的王凤 谢罪辞职 这样这个疑似牵强的联系 居然呢 这个 很快就有了结果 全清朝野的王大将军 真的因为恐惧上书辞职了 就当那个群臣等着看王凤滚蛋的时候呢 没想到汉成帝特别护着他舅舅 不但驳回了辞城 还下了罪己诏承担责任 朝堂上因为一个沙尘暴 活活呢 演出了一场闹剧 几百年之后 又有一个皇帝因为沙尘暴下了罪己诏 1040年开封城迎来了一场沙尘暴 宋仁宗皇帝如临大敌是坠坠不安 他觉得啊 这是上天在警告他 所以第二天呢 皇上下旨 停止朝廷的一切酒宴活动 以示对上天的尊重 然后呢 发出诏书 要求社会各界开展对当朝天子与朝廷的批评活动 在收集了各项批评之后 宋仁宗呢 又颁布了一道 名叫大风诸道得音的诏书 在这个诏书里呢 皇帝做了自我检讨 承认是自己统治不善 才导致灾难发生 这场这个沙尘暴呢 被宋朝的文学家梅姚晨 完完整整的呢 记录了下来 在文章里呢 他就讲 说如果把天地比作一个人的话 那么风就算这个人的呼吸 风刮的那么大 说明天地的呼吸特别重 这显然是天地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当然不能等闲适之 言外之意呢 他觉得这个宋仁宗啊 确实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梅姚晨一辈子几次被贬 仕途呢 十分坦克 估计呢 是对圣上有些意见啊 所以这么说 圣上呢 也是情有可原 中原地区的人们呢 对沙尘暴 尚且是这个态度啊 那那到了沙漠边上 西域诸国 那对沙尘暴的恐惧 就更为严重 当时呢 西域国家呢 大多数是信仰佛教 那如果哪个国家 被沙尘暴给埋了 那一定是信仰不虔诚 惹怒了佛祖 玄奘西天取经 把所见所闻呢 编了一本大唐西域记 他说 于田国北方的 何劳洛家城 民众对神佛不敬重 有一天呢 一位佛教长者 前来拜业城中的佛像 但城中的人呢 对这位长者的态度 极其粗暴 那险些要了他的命 有一位佛教徒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在没人的时候 拿来食物 让长者呢 得以活命 长者离去的时候呢 就告诉那位信徒 说七天之内 你这个何劳洛家城啊 会被封杀掩埋 让他带着家人快走 果然第七天的时候 何劳洛家城突降沙土 全城瞬间被埋 无人逃脱 抛开佛的元素 玄奘呢 在这儿呢 实际上讲了一个沙尘暴的故事 唐朝的时候啊 西域诸国的生态环境 已经变得极其脆弱 他去印度的时候呢 还见过楼兰 回来的时候呢 就已经没了 这个何劳洛家城被毁灭 估计也是沙尘暴掩埋的 但是呢 这个古代的科技水平 没法解释这一现象 所以佛教徒才把它附会成 亵渎佛祖 才遭到的报应 前面说呢 都是国家太平 皇权稳定的时候 出现沙尘暴 要皇帝下罪己证 要是到了王朝岌岌岌可危的时候 沙尘暴就是王朝末路的象征 1619年萨尔虎之战 后金军和明军在这个前线交战的时候 北京呢 遭遇了沙尘暴 万历47年 万历皇帝看到这一景象 心中暗教不好 担心呢 这是上天以这种方式 告诉他前线的帐框 赶紧下旨 发往前线 让将士们奋勇杀敌 结果前线战况果然不出所料 就在圣上下旨的同一天 萨尔虎战役彻底结束 明朝四路大军 三路全军覆没 只有李如柏一路得以逃脱 几十年后 1644年元旦 崇祯十七年 按照以往的惯例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大臣呢 要为皇帝恭贺新春 大臣呢 在殿外等候 皇上到达皇级殿之后 太监呢 就会敲钟 然后大臣上殿来朝贺 但这回呢 那崇祯皇帝敲了三遍钟 殿内都空无一人 有人说呢 这是因为明朝以臨灭亡之境 所以众人呢 都对朝堂之上的皇帝开始不满 反而呢 效忠新皇帝去了 实际上呢 根据明史记载 这一天大风霾 这个震无扬沙 咫尺不见 大风霾就是沙尘暴 所以那天没有大臣朝贺的唯一解释 只能是封沙太大 大臣们听不见钟声 但是呢 在崇祯眼里这是大凶之兆 那说明大明朝已经无力回天 果然三个月之后 崇祯皇帝自意眉山 明朝就灭亡了 在这个清朝和明国的时候啊 由于人口膨胀 环境遭到进一步的恶化 沙尘暴也越来越严重 1917年民国六年 美国记者拉莫特采访总统黎元宏 结果呢 路上呢 就遭遇了沙尘暴 一行人是灰头土脸的 到了总统官邸 后来呢 拉莫特特意出了一本回忆录 就叫北京的尘土 所以这么一看 沙尘暴啊 在任何时代都很猖獗 咱们呢 只是把古人经历过的事 又经历了一遍 好了啊 关于古代的沙尘暴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